民生也说做过去的经验 恐怕民进党很难在两岸关系说法上 做大方向的调整 上之歌你认同吗 而且其实他里面还提到就是说 现在你要注意陈其迈 因为他现在是代理民进党党主席 守住高雄台南两席议长 累积了声望 会不会2024初选的时候 可能会威胁到赖清德 难道赖清德要去挑战2024 要面对的还有这陈其迈这一关吗 我想其实主要是因为赖清德 现在他就只有一个 虽然一人救权党的这样子的一个虚势 是虚的 他的实力还没有坐实 还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在此之前 现在所有包括县市首长当中 或还有其他包括民进党内的 包括小一男孩 他们那些受伤 能不能在短期之内弥补 那么这些都还有可能慢慢出来 还是有可能 即使不是跟赖清德竞争 还是有可能竞逐 那么大家的目光跟资源 要知道台湾我觉得这几年当中 过去从一个政治高位 你是一个总统或一个领导者 行政院长 你过去的政治分量 或你的声量或影响力会相对高 可是我这几年台湾的政治环境变化了 你是真正的在地方首长做事情的人 反而会被看到 会被肯定 我想包括侯友宜跟卢秀燕 也都是如此 所以都是从地方上扎扎实实的根基 这点变得很重要 所以赖清德的实力还需要时间 不过我想刚刚再提到有关于民进党跟赖清德的未来 因为他必须要执政 一如刚刚凯翔讲的 其实无论他讲什么拼金记过国民生这个十二个字 其实核心就是赖清德台独 如果台独这个状况没有去掉 像刚刚凯翔讲去独 他没有去掉 不要忘了在中国大陆两个会攻打台湾的 一个就是台独 第二个部分是外国势力 也就是说赖清德如果你还是台独 你最后当选总统 你比小英还独的 其实上光是为了赖清德 中国大陆就可以打台湾了 其实基本逻辑是这样子的 所以因此赖清德在接下来 要瞄准朝向他的总统大会的路程 我自己预估他会慢慢的去独化 因为如果他不去独化 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台湾最大的危险 他就是那个炸弹 可是你让我想到柯文哲那时候 喊两岸一家亲 对 本来都觉得他深绿 他跟独派的人很接近 就忽然需要的关系 就喊一喊两岸一家亲 因此赖清德 我相信他会思考出另外一个取代 要覆盖掉他台族身份的 未来也跟小英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的部分的 两岸的 就像柯文哲当时的两岸一家亲 我当时认为两岸一家亲 是非常有战略 是厉害的 因为他打破了蓝绿的部分的一个特殊的论述 而且中国大陆买单 然后他也不接受 也不去谈九二共识 甚至更高于九二共识的这个技术面的价值 所以柯文哲很厉害的 那赖清德有没有可能会提出 一个两岸论述至少覆盖掉他的去毒化 否则他这个12个字根本一点意思都没有 根本就是一个趋势 而不要忘了他只要骨子里头 还被视为是台独 这个总统未来的如果是总统 他就是可以攻打台湾的理由 老力后自己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通心情舒缓焦虑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CPI567 还有足够出人物CPI444